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关于切实打通毒点促进养枫叶全面复工复产的紧急通知 通知指出,充分考虑养枫生产时期,允许枫农有序流动,开展放枫等生产活动 不得拦截密封转厂及其产品运输车辆,各地要积极为枫农转厂创造条件 对个别县乡、枫村段路、一概劝返等做法,要坚决予以纠正 切实打通枫农转厂最后一公里,帮助枫农渡过难关 这一紧急通知的出台,无疑给不少困在他乡无法及时转厂的养蜂人带来了希望 此前,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云南过冬的养蜂人刘德成不能带着蜜蜂及时转厂 饲料堂也运不进来,蜜蜂只能采食已经被打上农药的油菜花 直接导致大批工蜂死亡,受了打击的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最新通知的发布,无疑为同样受困的广大养蜂人带来了转机 不过,养蜂行业的困境却并没有就此消除 对于中国的30万蜂农而言,养蜂这件事其实并不简单 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营销方式单一 许多地地道道的老蜂农,不缺经验和手艺 但是把养蜂做成产业,最重要的还是销售渠道 传统销售模式与顾客之间缺乏沟通,买卖关系不顺畅 养蜂人卖蜜难,只能借卖给二手商贩或者工厂 而消费者买蜜也难,从商贩和商场买的不是价高 就是经过浓缩或稀释过的蜜,甲蜂蜜盛行 其次,老蜂农城落伍代名词 养蜂人的老龄化以及新一代年轻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依赖 使得传统的竹花夺蜜,风餐露宿的养蜂人变得落伍 如今,基本上都是年纪较大的人还在坚持养蜂 年轻人很少愿意做吃这碗饭 再过几十年,养蜂市也不得不面对后继无人的现实 另外,传统的夫妻蜂未形成规模 目前中国养蜂人的主流搭配是夫妻二人蜂 追赶花旗也是采用自驾卡车的公路运输方式 一辆卡车的运赛规模大都只在百事来相左右 限制了蜜蜂的数量 同时,规模较小和频繁的蜂场转运 也容易导致多层迹箱取高度蜜 成熟蜜这些国外的通用操作模式在国内水土不符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蜂农也有着大量的不确定性 大堵车、气候因素、植被变化等许多细小和偶然的因素 就可能导致大量蜜蜂死亡 对蜂农造成致命一击 以上这些让本就不受重视的养蜂行业更加凋敝 虽说通知的出台给疫情下苦苦挣扎的蜂农带来了希望 但是这也只能暂时缓解困境 养蜂业根本问题还有待解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